大家好 今天要談的短評的事情就是 蔡英文是中共的同路人嗎 這個是陳編前總統她的發文 那我看到這個發文之後 我覺得玩耳一笑 確實有很多事情 你後來越想就發現說 蔡英文的思維 形式上看起來 他是酌情的 他是酌情的 酌情的政府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大政府集權 菁英主義我來決定 所以我們為什麼總統七天故事館 用這樣的一個有爭議的一個封面 我們為什麼讓她跟宋美玲對比 你看宋美玲 如果我們今天把她們的衣服對掉 蔡英文穿著 宋美玲這樣的 所謂的貴婦型的 這種服飾 踩著高跟鞋 然後宋美玲呢 穿著蔡英文那一身啊 看起來像江青的服飾 你會不會覺得很違和 可是宋美玲呢 很明顯的她是一個反共的 而且她是一身信奉資本主義 那蔡英文呢 你真的認得蔡英文嗎 你知道她是誰 她的服裝 你看起來看起來不起色 其實都是非常昂貴的奢侈品 名牌的奢侈品 可是 她的形式她的美感 看起來就跟當時上個世紀 而且是上個世紀初啊 這些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女青年 像江青 這種打扮真的看起來就是 共產主義的女青年 她為什麼要這樣穿 數十年如一日耶 在她退下陸委會主委的位置之後 她好像再也沒有穿裙裝拍照了 其實服裝打扮可以看出一個人心裡在想什麼 這是絕對的 那蔡英文是中共同路人嗎 這一次我們可以用陪審制這個問題來檢視她 如果從陪審制這個問題來檢視她的話 蔡英文已經變成了中共的同路人了 為什麼 習近平廢除了香港的陪審制 香港陪審制已經實施了一百多年 運作得非常的好 陪審制可以讓民主跟法治精神啊 落實到社會 曾經參與過陪審的人 她一輩子不會忘記那個過程 在法官怎麼引導他們 在陪審團的討論裡面怎麼引導 怎麼樣取證 什麼證據是有效什麼證據是無效的 事實上也可以透過這個過程 讓人落實法治 這就是一種法治教育 也是一種草根式的民主 香港陪審制在習近平手上斷送了 許證據信只有小學畢業 可是一個人的獨裁可以決定整個香港的司法制度 蔡英文呢 立法院的黨邊 柯建民說是高層的意思 高層是誰 蔡英文嘛 蔡英文擋掉了陪審制 堅持要推什麼 參審制 這是中共的意思嗎 其實如果台灣有陪審制的話 那才是一個對不對 另外一個台灣No.1 其實司法的問題 我們對司法不要太天真 可是身為一個法律人 尤其是一個律師 我不太願意 就用一桿子打翻一條船的方式 用集合名詞去說法院是誰開的 你總有機會可以遇到一個 好的法官好的檢察官 雖然你根本就不知道 案子是怎麼樣分案的 他們背後有多少黑手插進來 想要操控 法院如果沒有真正的司法獨立的話 他是掌握在執政黨手上的 過去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現在法院是民進黨開的 這句話絕對沒有錯 所以簡單的說法院就是執政黨開的 這正確 但我們總希望 總有法官跟法律人 在整個審判的過程中 能夠秉持自己的司法良心 身為一個法律人應該有的堅持 有時候極光騙雨 我們會看到這樣的展現 雖然我們也經常看到 那種非常離譜荒謬的判決 除了法官學職不佳 假官學職不佳的問題之外 當然是政治力介入 我們不能否認這種問題存在 但我們也不能一竿子打 凡一傳人說所有的案子都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因為有堅持的法律人 司法人 確實都站在他們自己的崗位上 但我們不能期待 你鳳毛林找的遇到了好的法官檢察官 如果能夠有陪審制 讓有罪無罪的判定 用庶民的角度來看 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差距的 雖然採用陪審制之後 整個審判的成本會變高 可是這是一個國家在走上真正的民主法治的過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步 這種成本 與其之後再來司法救濟 程序救濟 或是用媒體來監督 這個成本是當台灣的民主司法法制 還沒有真正完全取得民眾的信任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步 以及一個過程 那麼今天蔡英文 一個人可以黨下陪審制 這不是獨裁 什麼是獨裁 一黨獨大的所有的缺點 讓我們覺得現在的民進黨 讓人回想到 在威權時期 白色恐怖時期的國民黨 這也顯現 民進黨的敗相已顯 他的死相已顯 而且他沒有敵人之後 事實上他就是進入自殺 他現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反民主 反草根民主 是在自殺 我們今天所勸慰的就是說 希望你可以 懸崖勒馬 可是有一些人 他完全不能接受任何的勸告 他認為只要你是在勸告他 或是你提出評價 你就是在辱罵或是在毀謗他 所以他不敢看這些講真話的媒體 或者是講真話的聲音 文字 一概不看 我們還看到他圍繞他身邊的人怎麼做啊 有些事情要告訴蔡英文的時候 還要小心翼翼的先過濾 然後坐下來之後 先告訴他說 你看了不要難受喔 然後才把東西給他看 這是如何的玻璃心啊 所以到底蔡英文指證的過程中 誰才是總統 幫他寫稿的人才是總統吧 當他變成一個讀稿機 寫稿子的那個人才是總統吧 那就是深層政府 有權無責 你監督不到他 你不知道他們是誰 所以 蔡英文是不是有可能真的變成中共的同路人 他已經在這麼做了 我最擔心的就是 蔡英文在第二任 急急忙忙要去跟習近平見面 然後簽署一個 不知道從何而來的和平協議 事實上在蔡英文的陸委會主委的任內 他就曾經做過這樣的一個 名稱有點不一樣 是一個和平協議架構 換湯不換藥啦 陸委會本身的思維就是兩岸中將統一 否則你為什麼還要陸委會 你承認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下嘛 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所以不管你叫什麼名字 只要是台灣跟中國簽任何一個協議 跟和平相關的 不管他叫什麼名字 就是最終統一 我們擔心 而且我們會緊密的監督 怕的又是 那些因為吃了芒果乾 而把票給蔡英文的這些人 最後變成空白授權 那才是真正王國的時間 我們明天見 發生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